重访 银树回到尊于那里 尊于告诉了他发生的事 银树再次登上了船 王子又去打猎了 二夫人说一定要他们两人一起献他 银树提供了一杯有毒的饮料 二夫人说 按照惯例 敬酒的人先喝 银树把酒放到嘴边 二夫人打了他的手臂 有些饮料进入了他的喉咙 他摔倒死了 王子、金树和二夫人 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